弟子过去无知,不知设身过时,造极大罪, 曾在谋道场中一时称心喜,当众奴骂出家人。 弟子深怕因此堕地狱,不能往生西方。 弟子现在天天忏悔,请问将来是否能生净土? 将来能不能生净土? 看你的忏悔是真的还是假的? 看你忏悔的功德,忏悔最重要的意义是后不再造, 那才叫真忏悔。 忏悔之后,过几天遇到的时候又发脾气了, 这一点有多有,后不再造, 不但不能说出家人的过, 一切众生的过都不要说, 你说他干什么? 说他,在一般讲, 决定是给人家禁运筹。 什么人说,你说他得过的时候, 他欢喜,接受,他来感谢你, 他能够改过自信, 我没有看到一个。 你说他得过的时候, 他总是在生气, 总是在想报复, 这个麻烦就大了, 何必跟人结冤仇呢? 他的过是与我不相干, 他犯了过, 我说他的过,我也犯了过, 我为什么跟他一起犯过呢? 他往地狱里面跑, 我还跟着一起去, 这不是个大傻瓜吗? 这不是聪明人啊。 聪明人,尤其是学道的人, 谭经上说得好啊, 若真修道人, 不经世间过啊。 为什么不经呢? 你因为里面没有过, 你就见不到世间过。 你里面有烦恼兴起, 你才会见到人家过。 所以见到别人过时, 是自己最大的过时, 这个道理要懂啊。 第二,请问呢, 说生过时, 是否属于无你是我? 这个生要看是什么生? 如果是你的老四, 那就是无你是我, 他不是我的老四, 那只有手握没有无你, 这个要知道。 如果他不是我的老四, 但是他在佛教里面是大的。 确确确实实实, 他对这个大众的修学, 有帮助的, 这个就不能说了。 为什么呢? 你要是批评他, 说他, 那么有一些人听到之后退了心, 这个照项他算的就照顾了。 这个就是断众生的毁灭啊。 断众生毁灭的罪业比杀害众生还要重。 你杀他无所谓。 他过一段时期, 他又投胎又来了, 但是佛法可不容易遇到。 所以断众生毁灭, 这个罪过比断生命的罪过要重很多很多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。